来教你做一道红烧甲鱼的升级版霸王别姬 学习是永恒的话题 创新才是生存的道理 从来没给过爱心的 咱们点一个呗 因为你的一个小举动 对我帮助挺大的 谢谢啦 先把煮料冷水下锅 如果你每天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记得来我煮业找灵感 煮业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学到就是赚到 捞出来 记得用冷水冲洗干净 去除异味和烧味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炒菜之前先润锅 下生姜 用中火炒出生姜味 葱段干辣椒干花椒 继续炒出香味 只要是扁香配料的 一定不要开大火 不然会糊掉会花苦 做菜一定要讲究 别人才不会说你是半桶水厨师 炒香后下啤酒淹没食材 啤酒能够挥花掉甲鱼和鸡爪的烧味 同时还带点甜 不用加糖 调料下盐 蚝油提鲜 生抽调味 老抽调色 来点胡椒粉 好吃不打盹 煮开后 倒在砂锅里 开小火 焖18分钟 开盖后 来点葱和红辣椒点缀 如果你想学会更多美食 点我投向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 你看的店 要是因为这道菜火了 记得来悄悄告诉我呀 抖音